好了, 今天我們會看回上星期的作文功課 我們上星期想作一篇長作文 就是一個argumentative essay 你要贊成或反對 要是選擇一, 要是選擇二 我見交回來的題目也是選擇一 所以我也是作了第一個statement的一個例子 我們要去爭論是否好一點 It is better to travel alone than to join a tour group 自己一個去旅行好 還是跟團去旅行好 好了, 我們看看我的例子 希望大家如果選擇是寫一個article 即是在接下來的考試 要記住的就是要有title 還有我們其實在上個期 都有學過類似的作文 有一個two-sided argument 就是正反兩邊都要講的article 其實article有很多種不同的元素 即是你可以去說明一些東西 可以去爭論一些東西 其實爭論得來 你也可以是很壞都說 又或者只需要說一邊 所以不要只記住 我學了article 一定是正反雙方都要講 其實所謂我們學一個問題 首先你要記住 它的格式是怎樣 譬如一個article為例 它的features 首先就是我們要有一個title給它 我們要有一個標題給它 在作文裡面 其實我們不是很多時間 去想一個很正的title 所以有就可以了 有就可以了 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心思去想一個很特別的 不會因為這個title很特別 而加你很多分 其實是不會的 好的 我們來看看 每一段 其實我都希望大家以後 其實跟著之後的作文 我們其實都是跟著這個方法去寫的 在上個期的作文 雖然我們有其他的問題 其下可能有些書信 有些什麼回覆投訴信 那些這樣的 但是去到考DSE 其實什麼問題都好 離不開 其實我們都是用一個這樣的段落結構 來寫東西 所以之後的作文 都期望大家 其實是要習慣寫以下的這個結構 好了 那我們看看 每一個開場白 我們都會有一個引文 這個引文 其實是很open的 就是總之你怎樣去把那個考試的題目 跟現今社會 或者跟一些現象 去掛勾 去引起到讀者的一些同感 例如我用的例子就是這個 International travel has been suspended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好了 國際旅遊 自從這個 COVID開始 就 suspend 了 好了 你要拿 Grammar要拿高分 沒有的 不外乎 就是你要用多些不同的時式 要用多些不同的結構 OK 用一個 Perfect Tense 絕對是一個好東西 我們先拆了這條線 OK 首先 這裡是一個Perfect Tense 對嗎 OK 因為我想說 不是今天開始 是自從這個COVID開始 就 suspend 就暫停了 OK 而另外 還加上 這個是一個什麼 OK 我們在星期六班的時候 第一、二課 就講了這個 passive voice 被動句 OK 好了 這個不是自己去停自己的 是嗎 OK 這個International Travel 不是自己想去停自己的 OK 是政府 不同各地的政府 都齊齊暫停了它 OK 好了 所以又是Perfect Tense 又是被動句 那 你一開始有這樣的事情 那 哇 立刻 這個考官就覺得 這個同學仔 對於Grammar 好認識 其實就已經 是impress到個examiner OK 好了 跟著 自此之後 我繼續都是用這個Tense 的 因為呢 都是講自此 自COVID之後 自此 這個 停了 travel之後 很多的公司 很多的商業 都close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東西做 Many people lost their jobs It proves that traveling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 OK 我證明的是 旅遊業 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行業 全球都是 OK 這個就是我的引文 首先我想證明的是 其實是 旅遊 很多人都很喜歡 OK 我就用了近 這一年的 事例 COVID 和旅遊業的關係 好了 然後你會有一個部分 就是你要說回題目 說什麼 OK 記住 記住 就是 你不可以當 那個老師 OK 就是你的讀者 OK 你要當 是真的 那條題目 我寫信去報紙 或者我現在是參加比賽 OK 這樣 評審的人 或者讀者 是不會知道 那個作文題目 是什麼 是吧 所以 我們每一次 其實都需要 就是去 用回作文題目裡面的字眼 或者是去改一改他們的字眼 去告訴別人 這條題目 其實是說什麼 OK 我就用了一個事例 很多人 很多人 都會把他們的 年假 這個 應該很多同學都認識 把他們的年假 就是怎樣 就是跟他們的家人 去旅遊 或者跟他們的朋友 其實 就是怎樣旅遊的 phrase 是吧 phrase OK 就是 用不同的 參加不同的旅行團 但是 也有越來越多人 寧願自己一個去旅行 OK 好了 起碼有兩個好處 是這樣做的 這句話 深色了的 這一句 我就叫它做 全篇文章的主旨 OK 你可以再清晰些 就是 我很同意 這個是很好的 OK 那我就 因為我想要寫兩段 OK 所以我就 兩個advantage OK 那就告訴你 其實就是告訴你 我贊成 是吧 OK 好了 如果你不用主意 這個字 我們會常常說 這兩個字 就是 thesis statement 那就是講全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OK 全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不要覺得好像中文一樣 要很宏偉的 整件事 OK 要有一個很宏大的想法 或者一個理念 這樣 不是的 兩個好處 都可以是你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OK 好了 第一個好處就是 more flexible 更加之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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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實你要解釋 OK 這個部分就是你去explain 這個topic sentence OK 為什麼你覺得更有彈性 然後就做了一個比較 對嗎 OK 不像join tour 這樣 Travelers do not have a fixed schedule OK 這個似乎是我第一個解說 就是 你如果自己去旅行 就沒有一個規定了的一個行程 是不是 OK 或者schedule是一個時間表 就去這裏去那裏 如果你不用schedule 你可以用itinerary OK itinerary 行程 schedule主要是講時間的 itinerary主要是講你去哪裏去哪裏 好了 所以了 你是不是可以留在一個地方 你喜歡多久都可以呢 So people can stay in a place for more time in order to really experience the culture of the place OK 為了怎樣去旅行呢 是不是去感受當地的文化 好了 其實我看了兩篇大家的功課 OK 都是很少同學交 快些交多些 我看到的就是 這個point 其實同學都有寫到的 但是 如果我們只是靠去解釋 就是 是啊 沒有fix的itiner 你不會寫到有 好像我這裏這麼多字的一個段落 你需要有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example OK 自己去旅行近年當然沒有 但是讀書的時候 就多些這些機會 OK 那是backpacker 所以為什麼backpacker 都是十幾二十歲的那些 那些年輕人做 我們這些 就不搞這些東西了 OK 好了 大概都很多年前 OK 其實不止十年前 我去意大利 OK 都很多很多年前 我去到威尼斯 OK 用自己的例子 OK 用自己的例子 這個永遠是最好的方法 OK 因為是最切身 還有就是 別人不會抄到你 OK 但是你真的要有做過一些這樣的事情 你才有東西寫的 OK 所以為什麼選擇題目呢 是很重要呢 其實就是 現在給八題那麼多 你去選擇 就是希望你真的選到一些 其實你自己是有做過 有經歷過的一些題目 OK 好了 I spent the whole afternoon sitting at Piazza San Marco OK 這個是威尼斯中間的聖馬河廣 OK 那裡有很多白鴿 很多餐廳 很多 戲 或者是一些 明信片 你都會看到那個地方 有一個 威尼斯人 OK 想起了 OK 澳門那個威尼斯人 不是有座塔的 OK 那個是假的 真那個其實是一個教堂 教堂前面就是一個廣場 我就是在那裡坐了整個下午 OK 沒有東西做的 就是威尼白鴿 感受一下 融入一下這個歷史性的廣場的氣氛 融入 我們會用這個字 OK Immersion 所以 最後有一個concluding sentence 每一段 其實怎樣是圓滿呢 就是由開始 然後你解釋 這個 1 2 有沒有例句 OK 然後做個小總結 就是 你在講時間 我喜歡花多少時間都可以 所以 traveling alone definitely give you the liberty OK Give someone the liberty of 這個也可以學 在你的考試都可以去寫出來 就是 這個其實是freedom的意思 OK 但是 我們經常都用一下freedom這個字 不如用下其他的字 例如這個 liberty 就給了一個自由給你 OK 什麼自由 就是你喜歡花多少時間 在哪裡 做什麼都可以 OK 好了 這就是我第一個論點 是不是每一段是一個論點 這個呢 今次我看到的作文 兩篇都做到這件事 但是其他未交的同學 期望大家都要學懂這個結構 好了 另外的一個重點 就是 你是否多些機會 跟一些當地人去溝通 OK 或者去明白他們的文化 OK 好了 跟著又去解說 OK 對很多人來說 traveling means eating and shopping 是嗎 OK 到今時今日都是這樣 是嗎 大家想著去旅行 都是去日本 和去韓國 是嗎 都是這些 但是 traveling should be a way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meet more people to broaden one's horizon OK 好了 我覺得旅遊應該是一個什麼呢 旅遊是去感受不同的文化 認識多些人 去 這個呢 就大家要學了 broaden your horizon OK 首先這隻字 OK 首先這隻字 這隻字不是horizon 但是它的形容詞 為什麼大家都會覺得 這個字讀horizon 就是因為 數學老師一定是教你 這個 vertical line 和horizontal line 對不對 好了 數學老師是沒有讀錯字的 放心 但是 一些字的形容詞 和一些字的名詞 其實可以是不同讀音的 是吧 同寸法都可以不同讀音 是吧 譬如record和record 記不記得 ok record 動詞 record 名詞 是吧 一些的專輯 是吧 錄的時候就record 錄好了 錄好了就專輯 那就是record 是吧 ok 所以 這裡其實都是要留意 horizontal 對的 但是horizon 增廣見雲 擴闊視野 那我們就是用這三個字 broaden one's horizon ok 然後呢 就說香港是怎樣 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這個都可以去學一下 It's a tiny dot on earth ok 一個很小的點 對不對 這個經常中文我們都會這樣講 英文就是這樣講 It's a tiny dot on earth with lots of shopping malls and cuisine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ok 我們都有很多商場 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美食 cuisine 我們已經學過這個字 ok 但是 好了 又是一個example ok 都是說 其實我小時候 不要說自己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 其實都很喜歡去意大利 因為英國讀書的時候去意大利 是很方便 也很便宜 那 所以我也有很多例子 自己一個去旅行的時候 其實很多例子都是在意大利 ok 但是 那我做了一個反問句 ok 就是你有沒有感受過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 ordering a slice of square pizza ok in a takeaway pizza shop in Rome ok 你有沒有感受過 你有沒有試過 去order一個正方形的pizza ok ok 在意大利 原來 在意大利 原來 餐廳很少賣pizza ok 很多賣pizza 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那些 捉魚蛋 那些店舖 ok 就是 街邊的食物 其實 他們的pizza 是長方形 四四方方 然後 你要多少 你就跟他說 然後 他就切出來 然後就會秤 就是秤到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 這樣 所以就不是一個 就不是一塊塊 已經切好給你 ok 好了 在一個 就是那些外賣店 ok 就好像我們那些捉魚蛋的店 但在哪裡 在羅馬 有沒有試過 ok 那這些就是 怎樣跟當地人去溝通 感受文化 是不是 就是這些例子 ok Italian treats pizza Snacks or take away food instead of restaurant dishes ok 原來意大利人 對pizza來講 是小食 或者是一些外賣食品 而不是一些餐廳送菜 ok 那我conclude 那怎樣 就是這些東西 all of these cannot be seen if your meals have been arranged by a tour guide ok 你這些東西 你都不看得到的 是嗎 如果你的餐 你吃的東西 全部都是由導遊去做好 其下 那你就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這些東西 好了 最後怎樣去conclude conclude 是很多人的弱點 就是因為 都不知道怎樣寫 其下 寫了一句之後 其實就沒有課了 是不是 因為 我講了兩個好處 就是 又flexible 又有多些機會感受文化 ok 那就搞定了 那我再講多次 那就又搞定了 那就是兩句 sir 不是喔 我一句已經summarize 了 每一段 我希望 大概都是差不多 指數 不要突然之間 有一段 只有一兩句 那就叫一段 ok 每一段 你看到我這裡四段 其實 都是大概 是有這樣的指數 ok 不是說 有一段特別多 有一段特別少 就是 even conclusion 都是 那我們就要做一個 Furder Development 但是這個 很高階下的了 其實 今次考試 如果你做到 就絕對是非常好的 其下 不過呢 期望 就算今次做不到 我們去到Form 6 去到 考DSE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寫到一個 這麼工整的文章 ok 好了 但是 都對的 就是 所謂的Furder Development 就是 你剛才的論點 沒有Cover的東西 ok 或者是你給多些見解 人家 就是 是不是個個都適合 去 自己一個去旅行 其實似乎 就不是 好像我這樣說 現在幾十歲人 有個女兒在 其實 沒有理由自己 走去去旅行 是不是 ok 所以 這個 是不是適合所有人 似乎都不是的 ok 所以我要說 It is true that ok not everyone or everywhere is suitable for this type of travel ok 不是每一個人 或者去哪裏 都是適合一個去旅行的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travel to North Korea on your own for example ok 例子 就是 譬如你要去北韓 都幾困難你自己去 其實都幾危險 是不是 你自己去 好 還有 It is not for those who always want a company to talk to 也都不是給一些人 哪些人 用relative clause 用who ok 用who 多元化的句子 就是有 我期望大家 現在你的作文裡面 出現這些所謂多元化句子 就是這樣去用 ok 多元化 其實有一個who 哪些人 那些經常都想有個 盤 不是有間公司 ok company 其實是伴侶 或者是一些 夥伴 ok 我們就用這個字 company 而公司 是 之後 出現這個字 最初 其實是解Friends 就是朋友 跟著 就是解一班人聚集 所以 就是 最後現在的用法 就是一間公司 因為一間公司 有很多不同的人 一起聚集 ok 好了 但是 最後就是 又是給一個問句 就是 下一次 如果你想要一個 Adventures 你想力險 冒險 而不是去享受一個泰式Spa 在布吉的一個resort 或者一個度假村 ok 不如想想 pack your bags and explore the world by yourself 不如想想 收拾好你的包 收拾好你的背包 你的 你叫什麼 包包 就是 袋 就 explore the world 去探索世界 你自己去探索世界 ok 好了 這個大概都寫了三百多字 所以 你看到 我經常都說 其實 你不用擔心 夠不夠字數 如果你跟著這個段落結構 每一段 你都有四樣東西 先講你的主題 好像這裡 ok 先講你的主題 跟著去講一下 為何你是這樣去想 你的見解 為何你會有這樣的見解 跟著給一個例子 最後呢 還有一個小結 其實每一段 你都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絕對不需要怕你不夠字數 所以 希望大家 在今次的考試 試一下 follow 跟著這個結構去做 而句子 我們學了不同的連接詞 也要試一下去應用 ok